乌冬敦涅茨克市区一处私人住宅 7号遭到了乌军火箭弹的袭击 单体穿过住宅的屋顶和天花板 飞进厨房在墙上爆炸 连日来乌军每天 抛击敦涅茨克市区的加油站 图书馆 农贸市场还有中学 造成至少有10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来看一下本台记者 发自敦涅茨克前线的现场报道 那么俄军目前的战术 主要是体现在 在进行方向战役的前夕 都会在一些训练场 模拟场进行1比1的 这种阵地的训练 那么这些训练也是锻炼着 包括战斗小组的这种战术能力 这里是敦涅茨克方向 靠近前线的训练场 今天进行的课目 是班火力支持下的 战术进攻和小组攻击的协同 这次分队 刚从某方向战斗结束后 返回影帝的营地进行修整 教官来自俄罗斯 也有乌克兰的战斗 也有瓦格纳成员 作为7人组成班战斗编队 在夺取野外自高点的战斗课目中 更注重于火力和冲锋队形的前后 协同战斗战斗 协同战斗位置的顺序 教官表示 在训练中都使用实弹 并设置诸多单兵功能的课目 包括单兵行径中的火力 单兵豪作业 散弹枪反无人机内容 无人机侦察飞行 搬机枪火力 战场救护 通讯联络 炮兵坐标和行军师徒标投作业道 我们现在位于东欧敦巴斯前线 这里就是沃尔诺瓦哈 崖州高地 看一下 金色的麦田 麦浪滚滚 丰收在望 两军在这个季节 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这种对决 有许多军事专家表示 目前在敦巴斯前线 无人机相当的密集 而且呢 据说是三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追杀着俄罗斯一名的军人 道高一尺 总有魔高一丈 这是专门侦测无人机和地炮群信号的电子站平台 俄军称厄比斯电子基站 该系统有效探测距离为150公里 损管时可达200公里左右 自行电子站平台还装有监测预警系统 可以检测自杀无人机的信号 数每小时可过百余公里 东夏春秋昼间全地形同行 凤凤华卫视鲁宇光 伊万·拉曼·乌拉特 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就算判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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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刑的 以您的方针刷人们绝对